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實說 我完全沒有體會到108課港 因為我們班都交99課港 真的 我們班沒有在上108 全部都是 因為全部都是加速二層 然後都是上9 所以 也沒有什麼公園選修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 很多課我們都沒有 就非常的自私化 像我很想 選修一些 我覺得108課港聽起來不錯 它實際上是 可以讓你去多探索 然後要多 就是多 探索自己的興趣 但是我覺得我們班其實 沒有做到這些事情 原本之前可能就是 大家就是 把 學測考好就好 現在他會開始去在意一些 自己的 志工啊 參加贏隊 或是為了一個 或是為了證明去參加 什麼社團之類 或是創社 就可以當社長 就是 會去 會去花心思去包裝自己 然後我覺得 這樣其實 沒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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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覺得自主選舉就是因為是自己學 所以一定會 就是我覺得安排比較 你一開始如果是一個全新的動作 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 所以安排進度上也會 可能原本就是很有信心想說 我今天要讀完這一本 或這個章記 然後反看你就會發現好難喔 然後就可能變成半個章記 或是兩頁或是什麼之類 所以就是安排上一頁會比較可能 一開始我會想說非常的偉大 然後我們把計畫定得非常偉大 反正是什麼關於什麼醫學這樣之類 我們最後要做出什麼 就可以照顧社會的這些什麼東西這樣 結果最後我們開始讀書的時候 然後我一開始本來規劃的是 兩週讀一半這樣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因為你其他事情還是很多 就是你根本不可能把所有時間 投入在一個自己的領域上面 然後所以就是你讀書的進度會變得非常慢 而且加上有些它是比較偏專業的東西 然後你要自己去把它吸收 所以後來的進度就整個大部分 對 然後就要一直改計畫 一直改計畫 然後改到後面目前 對 意外 啊 好 你只要先練習看主 來 OK 開始 來 1 2 3 多數人走就是一般的路徑的話 尤其是我們這種學校 他還是要看你的考試成績 所以這樣子其實學生本身的課壓力就還蠻大的 然後再加上學習歷程 就是會 就是大家一定也會想要做好這個東西 那比如說現在高二 然後我們有本來的課業 然後加上社團 然後再加上專題 然後學生有時候也會花很多時間在做這種事情上面 可是最後又會覺得這些時間浪費掉 就是 這制度是 有一點 繁瑣又有點太 冗長 然後 經過太多不必要的階段 嗯 就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